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果球 白色計畫 各種小片段集結 我的預計是這樣啦 但最後剪出來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那總之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椅墊的這個 之前做的這個橡膠就掉下來了 所以說我現在打算把它黏回去 那加上這台車很久沒騎了啦 電池應該都沒有什麼電 順便把它拔下來充電吧 對 我們的快拆貨架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超完美快拆貨架 爽啦 大概不知道怎麼就掉下來了啦 所以我就現在把它黏回去一次吧 好 那就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啦 那我要順便把電池拆下來充電啦 因為電池很久沒用啊 電池應該都沒充電了 好幾分鐘後 好幾分鐘後 最近我們在小白啊 他有一點線路上的問題 那我嚴重懷疑是因為我上次裝側章的時候 還有換椅墊的時候 有小心壓到什麼 或者是折到什麼來的 可是他的電路有點short喔 那是怎麼short法呢 就是他沒有辦法電發 然後方向燈也不會亮 可是大燈會亮 然後喇叭也會叫 就是那種很奇怪的袖斗啦 那保險絲應該也是沒有騷斷 因為只要燈會亮保險絲基本上就是好的 我猜就是椅子又壓到什麼東西 所以才會這樣 那我現在就是要拆開來檢查一下 好了那我現在就把它拆開來看看喔 但其實我好像也看不出什麼所以來啦 所以我們還是來試看看他正不正常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發動看看吧 他之前是不是不知道怎麼不能發動啊 好現在還是不能發動 應該是有點沒電 小方燈也可以亮 大燈也是可以亮的 五光燈也可以亮 九四燈也可以亮 打發也可以搶 好那我現在來量一下電壓跟發動後會不會回充喔 現在電壓大概是11.43這邊吧 發動後看他會不會回充喔 好那我們發動後是可以正常的回充的 對那就很神秘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是現在怎樣啦 那總之我先把這顆電池給他充飽吧 我用我們的充電器給他充飽看看 那我們就先把它拆下來拿去充電吧 OK那我先把我們的線路稍微整理了一下 那就是重新理下來讓它看起來順一點點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還蠻醜的 那剛才發現了有一顆螺絲噴掉了 所以我也補了一顆新的螺絲上去 那總之就看之後還會不會發生一些奇怪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發生奇怪的問題就代表應該是可以了 OK那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邊的這一塊也掉下來了啦 所以我把這一塊也把它重新黏回去吧 那我不知道這個好像要把整個一層東西都剝露的感覺 對我把它輕輕再把它黏回去啦 一樣用保養膠膠黏就好了 OK那這個是我之前裝的側箱嘛 那它有一個螺絲掉下來了 對那我猜應該是沒鎖緊啦 所以我現在就來把它鎖緊修復它 好的那我已經把它沖好電啦 然後現在就把它裝回去 那至於有沒有成功呢這個就以後才能知道啦 OK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的作動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吧 開電門然後發動 好啦那這個要用一段時間才知道它這樣用就可以啦 所以我就是把線順一順然後比較塞得比較好的 那之後再來做優化吧 好囉大家好我是龍我球 白色計畫各種小片段集結的最後一個篇章 那我們這次要處理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事情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件事情有點嚴重 那就是其實我的前叉 裝錯了 蛤什麼意思裝錯了 為什麼裝錯還能騎 那個 那主要為什麼會裝錯呢 是因為這支前叉啊 它沒有所謂的儲除鎖點 它也沒有所謂的卡前鎖點 所以它就只是很單純的一支前叉而已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沒有很在意它的方向性 就給它隨便裝上去了 那我也是到最近才發現 欸我好像裝錯邊了 但是裝錯邊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應該是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啦 但只是就是裝錯邊 KEMOTI不好 所以現在要把它裝回來了 那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裝錯邊是什麼意思吧 後來 好我這個有點難用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支前叉啊 就是右邊的前叉 右邊的前叉就很好認嘛 因為它有一個卡鉗在這邊 所以它前叉會有一個卡鉗座 我說的卡鉗座就是這個東西啊 那它這邊會有一個卡鉗座 所以要接卡鉗嘛 所以說它這邊就是 沒有什麼問題 它就是一定是右邊的 那也不會裝錯邊 因為它就是右邊的 就對了 所以說這支前叉就可以當成基準 那這個前叉一開始 我以為它是沒有分前後的 你知道嗎 那最後是最近看到這個星星 你看這個前叉這邊有一個 STAR 星星 然後想說喔這邊有星星嘛 那我就去看另外一支前叉 那這支前叉怎麼沒有星星 那時候想說欸怪怪的 它怎麼會沒有星星 然後我就看了這支前叉的 後面這個地方 OK那現在這個反光很嚴重啦 總的言之言而總之就是 這個星星怎麼在後面 所以才發現對我裝錯邊了 超導笑的啦 就這樣裝錯邊了 那使用起來 是沒有什麼特別異樣的感覺啦 還是還是要把它換回來啦 就是這個樣子 好對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翻面吧 那要翻面很簡單啦 應該也不用拆很多東西 我看了一看應該就是 吐廚跟前輪軸心會卡住而已 把這兩個東西拆掉應該就可以 很順的翻面了吧 先把前輪軸心拆下來 好那再來就是要把我們的 吐廚支架拆下來喔 要不然吐廚會卡住 看就好了 看就好了 好的那我們 把它鬆掉之後 我們就把重數立起來吧 欸 想到嗎 這台車就還可以立重數 改成這樣還可以立重數 也是蠻屌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把重數立起來 看他要長什麼樣子吧 OK那 因為我改了小的拆嘛 所以他 一重數立起來都會變得 一地空氣這麼高啊 嗯 超酷的 你看這個屁股 這麼的翹喔 有點讚喔 好啊那因為我們 要把前面拆下來嘛 所以不然它讓屁股拆下來 然後前面上去 所以我們就把它 拉起來吧 欸 好像有點會倒下來 來 OK那我們萬事都具備了 那我們就來 換面吧 轉 轉 可惡轉不動啊 OK我把前輪拆下來後面 就變得比較重 它就自己就會敲上去 OK 現在就轉到正面啦 的那個 啊 我的卡鉗掉下來了 可惡快點把它塞回去 好了卡鉗掉了 好了好了快點 把手機插進去 好了經過了一連串 神秘學的洗禮之後 我終於把這個洞對上去了 噢 對了夠久的 那個洞真的是很好的念 噢 有了有了 噢 終於出來了 累死了 好了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把我們的土廚裝回去 OK那我們現在就把兩個前叉的 方向都裝好啦 你看這邊有個星星 這邊有個青星 哇 全世界強迫這個人 都感動到哭了啊 好我在這段的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看了一下片長差不多 是全部的東西了 那就是整理了一些小東西 和修復了一些小東西啊 放電池充的電什麼的 那還有就是把我們 多年來的強迫症 就是前叉裝錯邊 給它裝回來了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麻煩留言分享訂閱 那假如說你還想看更多 機車相關的影片 汽車相關的影片 和一些電腦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byebye